來我們把開始呢 我們來一樣呢 一樣跟前面的章節我們連續下去 剛剛前面我已經把AD網域主控控制站已經安裝好 安裝好了然後呢已經升級了 對不對 那我的Server也安裝好了那我們現在來設定他的 電腦名稱跟他的IP 好這邊的動作呢 這邊是基本的動作 我們就先改一下電腦名稱先讓他重開機 所以我這邊呢直接 變更電腦名稱 那這一台呢也是一樣直接點 對不對這個動作是標準的動作可以直接做 好那我去Copy一下我的名稱 把它貼上 貼上然後這邊呢也一樣貼上 這邊改2 對不對 好按確定 確定 然後讓他重開機這個動作 就讓他直接做 好這個動作是我們標準的動作 所以有動作比較快一點 好再來呢我們要設IP 設IP就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 來 好那我現在呢不會先去做我們的 各位可以看我們前面這邊呢 我們的潮上虛擬化 對不對跟安裝HyperVE我是放在後面的 這個其實可以在前面做 但是因為我們做了潮上虛擬化 裝了HyperVE 對不對 那我們的網路卡是會設定吧 所以呢我們會 先把我們的電腦名稱跟IP設定好 之後再去做潮上虛擬化 再去安裝HyperVE 這樣呢我們的網卡會自動幫我們帶入我們的IP 好這邊呢 一樣 這兩台機器各位就可以直接 點一下 這個部分也讓各位可以先做 所以這裡呢 我在IP點一下 這裡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DNS的指向 指向位置很重要 我把它點一下 點到它的位置這邊 好兩台 Server的IP 我們先來輸入一下 191 後面一樣我先暫停 好這邊呢 一樣我把它輸入一下 好 然後這個DNS的指向你要指向誰 你要指向我們前面所建立好的 我們的網域控制站 知道吧 所以你要去看一下你的網域控制站 它的IP是多少 我們加入網域的時候呢 才會透過這一台機器的 DNS 幫我們做解析 對不對 這一台245 對不對就是我的 來所以呢我去點一下 就這邊呢 把它改一下 192.168.9 1.2 45 這個是我的DNS 你的你要找你那一台 好 那這邊呢我來設定一下我的IP 這邊呢我設21 這邊242 好 好這個地方呢 要注意的就是你IP 第一個不能重複 第二個你的指向性 這個DNS的指向你的 DNS server幫你做解析 那你的DNS server是裝在你的 網域主控站上面 控制站上面嘛 那裡面包含的 網域控制站跟我們的DNS 好這樣按確定之後呢 就按確定存起來 確定存起來 好這邊是不會重開機的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存起來就可以了 好 這邊呢設定好了 那你稍微可以做一個重新 整理一下 看看這個 重新整理不用了 沒關係 這邊就好了 那我們要去再來呢 就是要針對呢我們的機器 對不對我們已經 前面兩個步驟 電腦名稱 跟IP都做好了 當然呢你要可以先加入 加入網域 或者你要做 潮狀虛擬化設定 都OK知道吧 好那我們呢 一樣先把我們的 兩台 server 加入到網域 我們再來做潮狀虛擬化 好 加入網域呢 各位知道吧 加入網域就是呢 工作群組裡面 輸入你的這一個 DNS 你的網域 控制站的 你的網域的名稱 所以呢我們現在來輸入一下 這邊 來變更 在網域這邊 那這邊呢 也有跟各位提到過 你的網域呢 他會透過DNS幫我們做解析 才會找得到這一台 幫我們做驗證 好你就輸入你的網域 d00wda.com tw 好這裡呢 輸入好之後按確定 馬上就會跳出我們的 驗證的帳號 好 00 輸入了我們的管理者帳號跟密碼之後按下確定 好他會呢出現歡迎加入這代表呢你就已經加入進去了 按下確定 確定 然後他會呢去幫你重開機 我們就讓他重開機 好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呢 這邊在跑當中 我們就可以直接再來做這一台 所以這一個動作是可以兩台可以 當然不是同時做啦 你就是 很快的時間可以做完 不會浪費一些時間 就是呢他在開機就可以這邊來做 好一樣 D100 D100wda 好按一下確定 好這邊 然後他加入之後呢他會重開機 你再來這一台機器再來做 Servor01 這邊再來去做 我們的登錄 登錄呢我們講過吧對不對 你要用你的D100wda 管理者 好這邊也是一樣 D100wda 好這邊呢 就是呢我們去 加入網域 那當然加入網域呢你可以用網域的帳號登錄 這樣呢 當然你要確定的時候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看我的網域控制站 裡面的工具 電腦 使用者的電腦這邊你可以去檢查一下 你的兩台Server是不是都加進來了 好這邊都加進來 OK 好到這邊我們就 把我們的兩台 Servor 裝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去模擬他做成 我們的實體機吧對不對 模擬實體機就模擬安裝Hyper-V的實體機 那這一台當然是不能裝 所以我們有講過是不是要去做 草狀虛擬化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接下來的步驟就要去做 草狀虛擬化 這邊 這兩台 裝完之後呢 設定好之後呢就去安裝Hyper-V 那這草狀虛擬化跟各位介紹過 你要自己機器要先關機嘛對不對 都要記得 好我們這邊等候各位一下 好我們呢 來看一下草狀虛擬化設定 當然你要先把 他的相關的 設定的語法 我們把指令 把它給 叫出來 好那這個地方是我們已經 事先把它開起來的 那當然這個在網站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好那你要設定的是啟動 跟 Mac的詐騙 知道吧 停用這個不用做 知道吧 停用就是你啟動就停用了 所以這個是不用做的 這除非你不要用了 所以說你這一段 我把它這一段 copy下來 其實在這裡直接做就可以了 我把它 copy下來是這一段 對不對 那還有這一段 這兩個要做 對不對 這兩個要做 我一樣在提醒喔 這一個VN的name 是含這個瓜虎知道吧 這個中瓜虎要把它一起刪掉 所以呢 我們的名稱是什麼 你不要用打的 怕打錯 所以你看我用這個名字 是不是在這裡 F2 對不對 然後呢 右鍵複製 Ctrl C嘛對不對 好 所以呢我們在這裡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要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選取貼上 這個地方選取貼上 記得不要 後面的空格都不要去 動到它 所以你要自己看一下 這裡都有空格 前面有空格 所以這一個地方是要去做設定 知道吧 這一段 好那我剛剛提到 這些設定是我們要關閉虛擬機器 在執行這一段 在執行這一段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來做什麼 這兩台機器 先做什麼呢 關機 關機 好一樣這一台呢 SERV02也一樣把它關機 關機 好 那這個是我重新連線就讓它放著 等下我們再連 好 這樣子呢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去開 我們的PowerShare 對不對 這邊 把它點開來 好 我現在呢 畫面把它拉過來 我們要去開 輸入我們剛剛的這兩個 當然這用打的會打錯字 所以我們用Copy的指令去示線好 到這個地方後面不要有空格 來右鍵選 複製 好 在本機裡面按右鍵選貼上 按個Enter 是SERV01就設定好了 有沒有 那我一樣箭頭往上 是移到SERV01改成SERV02是不是就好了 我們字如果都沒變對不對 是改成SERV02再Enter 是不是就設定好了 第一段了 再來要去呢 設定我們的 網路卡 網路的位置 Mac的位置 好 一樣把它複製 在這裡按右鍵選貼上 按Enter 一樣呢 箭頭往上 是同樣的 指令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我們一樣呢 移過來 對不對 移到這裡1 1改成2 有沒有 好 按Enter 這樣就ok了 這樣知道吧 這個呢 輸入好Enter 就說你看這是1 這是2 這是1 這是2 對不對 SERV01 SERV02 好了當然這個呢 就可以灌掉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虛擬機器 啟動 知道吧 啟動 這邊也是啟動 這樣就好了 喔 那我們就可以來去做什麼 下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當然會裝了比較久一點 這個做完了就去安裝HyperV 當然安裝好HyperV 我們去做一個 超越那個 那個交換器吧 虛擬交換器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裝好HyperV 好 這邊一樣 我們來登錄一下 D00 WDA 好 這邊也是一樣輸入一下 好 這裡呢 好 這裡呢 我們就稍微等各位一下 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安裝HyperV 等它跑完 升級可用 對不對 好 讓我們來 來 等它開機完成 是你的嗎 是你的 你有在播放嗎 對 有開起來齁 好 那 這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 喔 有流氧器齁 好 這裡 喔 這裡不是 另外一個 這個 喔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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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嗨 我熊說我怎麼 講了一遍 笑了我一跳 好 那我們呢 開始呢 來裝一下HyperV 怎麼去安裝它 安裝來 HyperV 這邊呢 這邊操控器 要設定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 新增角色 這個新增角色 點這一下 對不對 這邊呢 你可以點管理 跟新增角色 兩個是一樣的地方 你知道吧 所以看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如果現在在 米表板就直接點這裡就好了 下一步 像我兩邊是一起做 對不對 其實我是這樣點 對不對 點 然後呢 把這個HyperV打勾 新增 在跑當中我是點這邊 下一步 下一步 HyperV打勾 對不對 好 這裡呢 當然在做的時候請各位 一次性就在這裡把它做好 知道吧 喔 所以你看這裡呢 HyperV打完勾 或是下一步他會去設定HyperV 這裡喔 他就在HyperV 這裡有沒有 這裡的話呢 第一個 喔 這裡有一個 網卡是不是要設定 對不對 那你裡面只有一張網卡而已啊 所以直接把這個打勾 知道吧 然後米錢 教各位是不是都沒有做 對不對 那個是在 我們的 HyperV管理員裡面 裝好之後才做 那這裡其實你可以在這裡打勾 因為你只有一張而已 他這裡會幫你 但是他的名稱會幫你換 你等一下還要進去把它改名字就好了 所以呢你用這一個 打勾 他會把這一個對外 好再來呢 就這個地方不用設定 對不對 這個位置 要自己改 我們就自己改一下 改成C 這裡是不是C冒號HyperV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把這裡把它 Copy 貼到這裡 後面是不是要再加一個 Volture Hard Disk 對不對 對 那這裡呢你可以去從你的其他的位置去Call Call其他的位置 我去其他的位置去Call檔案 Call名稱 因為我們已經有做加強工作階段 我把這個名字呢 不然你要用打的 複製 把它Call到這裡來 貼上 是不是這裡 那這邊呢兩邊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呢你也要 你看我下一步 打勾 下一步 下一步 是不是這裡 你就從這一邊呢一起做就不用再去找了 這邊複製 這邊貼上 對不對 這邊複製 這邊複製 這邊呢直接貼上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子 路徑第一次就把它做完 在我們設定當中就把它做完 我們之前教各位是在系統裡面做 對不對 好下一步 打勾記得要打勾 不打勾你會 它要重開機你根本就不懂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的要重開機 所以這邊呢要記得打勾一下 好 這裡呢 試做這樣安裝 好那安裝呢 我們就讓它跑 因為安裝時間比較長一點 這裡呢 是Hyper-V 安裝中 安裝中 好那我就先暫停一下 把畫面這邊留這邊 才看得到 看得到這裡 看這邊 看這裡 OK 好安裝完之後呢 各位就 一樣呢 我們去做登錄 對不對 把它登錄一下 好 D00 WDA 好 另外一台也是一樣 好 另外一台也是一樣 打措置 打措置 好 你可以看到呢 這是安裝完成功了吧 對不對 那表示呢 這兩台 我們的Hyper-V裝完了 你就可以去檢查一下Hyper-V管理員 這一台的Hyper-V管理員 你可以看到 然後我剛剛呢 我們是不是讓各位去做什麼 你當然要檢查 你不檢查的話 不確定 你看我點到這個Server 是不是有一個Hyper-V設定 是不是剛剛做的路徑是不是在這裡 路徑是不是在這裡 對不對 那你看剛剛我們是不是勾網路卡 是不是看一下這邊 交換器 是不是有網路卡 是不是外部 是不是把我們勾起來了 對不對 但是這個名稱是不是用它原來的名字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 改這個名字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邊這一台也是一樣 我們這樣這一台 一樣有沒有 它是不是都不知道你設的名字 那基本上兩個名字是不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因為你的網卡一樣 所以這邊是要改一下 改一下 改我們的 練習用的嘛對不對 我們一樣把它打一下 後面打個 外 不 有沒有 我們講說這是91網斷的91 91外部 這兩個設一樣的名字就好了 91外部 switch 名字打一樣就好了 這邊也是一樣 對不對 91 外 部 中文字 中文字 英文字 英文字 都一樣 外部 sw 都沒有空格 這樣把這個名字都改一下 你就會比較好注意 我們裡面虛擬機器 你要去找的時候才會 不會搞混掉 你看我把它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這個名字改掉了 對不對 這邊那個點是不是就名字了 是不是有一個外部在這裡 這邊也是一樣有一個外部 好 這個動作呢好了之後呢我們呢 最後一個檢查動作 最後一個檢查動作 我們是不是 裡面要放一台虛擬機器 對不對 當然我們講虛擬機器是放在我們的Storage上面 你知道吧 所以在這裡呢 其實你可以不用做 只是說這裡的虛擬機器到時候要放一台 什麼時候做 在我們的連Storage 的時候再來做 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子好不好 這裡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關起來了 關起來 這裡的動作在哪邊 在我們的 這裡 我們的前面這裡 連到這裡已經做好了 是不是剩下Storage去連線 對不對 連線如果連線好是不是 直接就 就進入虛擬了 對不對 就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已經把前面的部分 到這裡做完了 好後面第六步就是往下 OK 好 那我們這個章節就先介紹到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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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